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觉得惊讶 运输署会详细研究两间巴士公司的收支状况 和服务改善措施 几个礼拜后会向运输科提交有关的意见 现时的巴士公司并没有规定何时调整票价 爆民就说 如果巴士公司规定每年调整一次票价 那加幅就不会太大 地铁公司主席马达成就说 地铁在研究票价的加幅时 会考虑有没有需要重新设立繁忙时间附加费 但增幅会和通胀率差不多 马达成又说 新机场铁路不可以在97年前员工的话 地铁公司就要考虑增加班次 去解决尼敦道交通滞塞的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陈玉宜报道 中方指责港府要求立法局再就新机场拨款 在事前是并没有跟中方初商 中方也都没有同意 李伟良在北京报道 港澳办主任老平说 港府向立法局申请临时拨款 进行新机场工程项目 事前并没有根据中英机场量解备盟录 跟中方初商 也没有得到中方的同意 日后有些什么的问题 要由港英政府负责 他说新机场财务安排要解决 其实很简单 老平说 特区政府50亿元的债务限额 是指具体债务 或有负债不可以是例外 老平又提到 89年前任港督韦逆信 在未知会过中方的情况之下 就抛出了新机场计划 由那时开始英方对香港采取强硬态度 中英关系开始转差 他说如果不是因为这样 机场问题早就可以经过初商解决 老平又说 他个人和香港过往几任的总督 关系都是很好 但由于现在英国改变了对华政策 因此中英关系 没有可能回复到八四年时候的水平 无线电视记者李卫亮在北京的报导 一批港市顾问今天会见新华社香港分社的官员 谈新机场的问题 在会后李鹏飞说他们是表达了 新机场是要尽快起好 以免成本上升 何掌发布多 港市顾问经济专题小组14个成员 下午到新华社 同两位副社长 朱玉成和乌兰木伦开会 讨论有关机场公司法案问题 会后李鹏飞说 他们主要是向新华社反映意见 由于机场公司法案 还是咨询阶段 他们是关注到机场公司的监管 和权力是否过大的问题 不过港市顾问都达成了共识 认为新机场的问题不能够拖得太久 亦不可能在97年7月1号起好 为了避免成本上升 他们是建议尽快将新机场起好 我最重要的那个message 就是我们应该尽快 希望中方就决定能够 拿这个机场的问题解决 令香港可以起机场 对于昨天提出两个 有关机场的财务安排 他们就没有讨论到 无线电视记者何掌发布到 行政局首席议员邓延如芬就说 假如中英未能够就新机场财务安排 达成协议 港府都会尽可能使用新机场工程继续下去 罗玉平报道 行政局首席议员邓延如芬 在朝早的行政局会议之后 就算现在港府和中方 未就新机场财务安排达成协议 港府在可能的范围之内 仍然会继续机场工程 香港是需要一个新的机场 现在已经进展到这个地步 我认为是应该继续做下去 当然我们希望是中英可以得到 至于中方初步表示 不满意港府向立法局财务委员会 再申请撥款兴建机场 邓廉愚就说 这个是没办法 而港府现在是提出了两个 撥款方案给立法局考虑 分别是撥款3亿 给下年度的临时机场管理局 和另外再加撥多10亿 给机场的工程合约 而公务师尖白洛就说 机场铁路不可以如期员工的话 将会令到已经击逼的 尼敦道远线交通增加压力 无线电视记者罗玉平报道 在北京访问的本地督察协会代表团说 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田奇玉对他们说 本港警队的制度在97年后不会有大变 李伟良北京报道 本地督察协会今早在公安车的开路之下 到中国公安部和副部长田奇玉见面 协会主席周全公会前说 会和公安部谈 警队的一些险截问题 在后过渡期的时候 可能会在警队上 比如说香港警队 组织上 各位从部长都知道 是有若干的改变的 这个改变会不会对于 比如说香港一般的警务人员 将来的前途 影响呢 因为组织上的问题 我们都会互相了解一下 会后周全公引述田奇玉说 97年之后 香港的警务人员、人事和制度 不会有大的改变 因为中国是有信心落实香港50年不变的承诺 除了今天和公安部的领导见面之外 在明晚 公安部的国际刑警负责人朱殷涛 是会以中国警察学会的常务理事身份 现请本地督察协会 无线电视记者李卫亮在北京的报道 人民入境事务处是鉴于最近多了 拿假护照入境的事件 打算增加人手来对付 去荒废报道 入境处展示一些近期检卧的旅游证件 有些来自中国 亦都有中东和东南亚国家 大部分持住假证件的人 都是想经香港去其他地方 去年入境处一共检卧到 1500几本假护照 比89年的时候多一倍几 不过入境处官员说 比91和92年 每年检卧接近2000本 情况已经受到控制 不过目前只有20人 专门在机场里面 撤查可疑的人物的护照 入境处希望可以增加到40人 我们要加强我们对这些 藝造证件的管制 是在以前的情况 我们不足够人手 人手完全不足够 如果能够增加到人手 我相信在两方面 都会有较好的 就是表现出来 他又说 航空公司亦可考虑 在乘客上机前 检查旅客的护照 协助揭发持艺 做证件的旅游人士 无线连斯记者 许方辉报导 接着是国际消息 为期两天的北约高峰会 刚刚结束 大会稍后会发表联合声明 而外交界的消息说 由于大部分的成员国 都反对向波斯尼亚发动空袭 北约的声明 亦会提到这个立场 至于较早时候的情况 由梁咒言报道 北约十六国领袖 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第一日高峰会 首先通过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建议 暂时不会被前华沙集团成员国加入 各国领袖又签署了有关的决定 要请董欧国家 参加一个和平伙伴合作计划 和北约一起进行联合军事训练和演习 克林顿形容 欧洲已经变得更加团结 昨日的会议也都谈到采取空中行动 防止波斯尼亚局势恶化的问题 英国和法国建议 北约向波斯尼亚发出最后通牒 要求开放通往斯雷布雷尼策 和陶茲拉机场的通道 否则就会实施空襲行动 不过加拿大就反对这样做 担心空襲是会危害到 驻守当地的2000个加拿大士兵 另外美国总统克林顿也都宣布 乌克兰已经同意消毁境内的核武器 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三方领袖 星期五会在莫斯科签署协议 母线电视记者梁就言报道 澳洲新南威尔士的山火 大致上已经受到控制 但预测明天天气又会开始转热 当局怕火势又会转出猛烈 所以希望在今天将大部分的火势都构式 由叶慧文报道 澳洲这场200年来最猛烈的山林大火 几乎将整个悉尼市包围 消防员昨天采用一种截断火炉的方法 首先将火场外围的野草烧毁 开披一块空地出来 令山林火势不可以蔓延开去 再加上落了一场雨 令到一百三十几处大火当中 超过一半已经受到控制 但大火已经将国家公园部分的临地摧毁 那些袋鼠虽然跑得快 但有不少被火烧伤 处境最恶劣的是那些树虹 它们因为行动缓慢 很多都撞身火海 对于这场火的损失 保险业估计已经烧了三百家屋 只是这方面的损失已经接近七千万美元 总理机庭说 政府会向每户灾民赔偿大约一千四百美元 无线电视记者叶惠文报道 在半港西贡下午也发生山火 暂时还未够息 发生山火的地点就是位于鱿鱼湾附近的山边 消防处在下午五点钟的时候 接到报告说有山火 消防员在清水湾道拨两条喉去灌构 到今晚六点钟 山火的面积已经达到一百米成一百米 为了防止山火蔓延 消防员也都在附近的山头戒闭 袁志维 香港目前可以用的电话线路已经饱和了 香港电信管理局打算将所有的 相住电话号码都加一个字 当局还估计在未来十五年 香港是需要一亿条电话线的 所以决定在明年一月一日开始 将所有的相住电话号码 或一改为八个数字 其实很简单 只要将现在七个字的电话号码 在前面加一个二字就可以了 鱼龙署已经决定在周六咬死人的两只狗 要将人道毁灭 现在狗主今天决定不会领回那两只狗 鱼龙署长基于公众安全的理由 决定这样做 由理数分布到 咬死女童的两只大单同班点狗 目前仍购留在上水政府狗房 而狗主今天决定不会拿回他们 鱼龙署已经决定稍后将他们人道毁灭 鱼龙署署长李希鱼表示 他们经过详细考虑才决定这样做 如果假如他真的犯了风狗症 我相信在这七天内他都会发作 另外一样就是对公众的安全 李希鱼又说 在人道毁灭两只狗之前 还需要详细检查下两只狗 确实他们有没有染上风狗症 他说当狂犬病条例 在明年年中正式执行之后 就可以赋予鱼龙署署长更大的权力 作出指引去控制有可能患有风狗症的狗 而在监管大型狗症入口方面 猿龙署会继续依据国际公营的 攻击性狗症名单去处理 无线电视记者李素芬报道 最后是今期六合彩中了号码 是6号、8号、20、39、41、42 而特别号码就是14号 好 我来自三明星期不够继续 爹